由县府观光处举办的 积极小镇采风慢骑 以及武昌宫自行车道跨桥启用的仪式 这天在积极泰顺郎桥旁热闹举办 吸引全国民众前来南投参加 其中县长许舒华也与积极镇长等来宾 共同为全新打造的 武昌宫自行车道跨桥 来共同剪裁启用 一早八点上千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车友 已经准备要出发参加 积极小镇采风慢骑活动 对 从桃园来 怎么会想来报名参加 之前有参加过台北的那边的厂次 都觉得还不错 然后就是一个知性之旅 然后想说在这个南投参加班 觉得非常的难得 所以想要来看看 所以就是说到老杰啦 我们是桃园要集队的 一大早四点从桃园过来 积极小镇不错啊 这个人的风情都感觉很棒 我上个月才来集图囊公 也就在这里 感谢县长百k自行车挑战活动 第一站就办在我们积极 积极来办理 我们积极有相当多的美景 有积极绿色队道 还有火车站 都欢迎全国爱好自行车的好朋友们 来到这边来欣赏我们积极的美景 跟我们积极在地的美食 主办男位也同时为自行车到跨桥 来举办剪裁启用仪式 县长许舒华前来参加 并预告接下来还有三场的自行车旅游系列活动 欢迎大家来参加 今天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一起来骑自行车 这也是我们县政府这次在办理南投县的百k的自行车的活动 那我们总共分为五次的一个档期 今天是从积极作为我们的第一站 接下来我们会在竹山还有包括草屯 还有最后也能够回到我们整个南投市 在南投县里头做一个百k的自行车的一个巡礼 让更多的朋友了解我们各个地方每一个乡镇不同的特色 谢谢大家 欢迎 欢迎 县长许舒华带头骑过跨桥 陆陆续续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自行车友 大家出发前往深入积极小镇采风 感受万奇的悠闲与美好 记者靳轩闹线采访不倒